现在呢在我身后 联勤保障部队某团一连的官兵 正在进行特种驾驶训练 因为官兵们常年在雪域高原 执行物资运输任务 可以说他们所行走的山路呢 不是蜿蜒曲折就是崎岖不平 是险向还生 这就要求官兵们啊 在日常的训练中 把这些实战中所遇到的困难和挑战 融入进去 对险南客户进行极致攻关 就像我们接下来即将进行的 行进过程中紧急掉头 就是为了适应实战过程中的 一些需要 以及为了检验驾驶员紧急避险能力 所设置的重要科目 这些是高原汽车兵的必训科目 联勤保障部队汽车运输某团 一营一连 常年担负高原运输保障任务 每次任务结束 一连党支部都要进行复盘 针对任务中的短板弱项 制定训练计划 对线连中存在的问题进行总结讲评 对短板弱项进行针对性的训练 为我们的高原运输任务 打好基础 让党支部成为千里运输线上的 坚强堡垒 这个传统由来已久 1950年12月 一连刚刚组建 就开赴抗美援朝前线 面对敌机狂轰滥炸 连队党支部按照一切为了前线 一切为了胜利的要求 边运边打 用滚滚车轮和血肉支驱 战胜艰难险阻 在一连 新兵下连的第一刻 就是学习先辈的光辉战绩 树立起始终听党指挥的忠诚信念 时代在变 这条打不断炸不烂的钢铁运输线 却依然坚固如初 作为一支车轮上的连队 一连长期在外执行运输任务 党支部坚持在动中强化组织功能 结合任务特点 配置地域及人员构成 建立临时党组织 保证每个车队都有连队支伟带队 每五台车都有临时党小组 每个任务方向都有党员突击队 必须有党员当主驾驶 这就确保了每一个梯队 每一台车都在党组织的引领下 将物资运送到战斗的前沿 确保战斗的胜利 去年五月 一连所在团接到专项任务 进行高原远距离物资拉运 这次任务全程高寒缺氧 路况难行 一连党支部主动请应寿领任务 在翻越海拔5807米的路段时 突降大雪 正在下坡的头车 开始在结冰的路面上滑行 刹车已经失去作用 当时我们看头车的时候 已经是开始左右摇摆了 然后突然看车门一下打开了 连长抱着山下木跳了下来 危急时刻 乘坐头车的连长孟凡龙跳下汽车 把三角木塞到了车后轮的位置 因为刹车及时 避免了事故发生 我始终和我们的战士在讲 如果发生战争 冲锋的时候 连长觉得是第一个 只有自己打头阵了 才能带领我们的党员 以及我们的突击队冲锋限定 支伟各个都是一杆棋 党员人人都是刀尖子 在一连每名驾驶员都要掌握两种以上专业技能 有着14年驾龄的冯志威 不仅是连里的驾驶员 还兼任修理员 吹饰员 卫生员 2019年 一批新装备列装连队 冯志威发动党员组成公关小组 首先我带的一批是老导员骨盖 先带他们 然后一批带一批 所以说是连队现在就培养这种 一张多能的男才 一次次翻雪山穿荒漠 一连官兵探索出汽车分队 跨建制 跨专业 跨区域抽组模式 运输投送能力大幅提升 一连党支部的坚强堡垒 带领了一连 完成了一项一项艰巨的任务 同时我们全团也向一连展开了学习 紧握手中方向盘 坚定不宜听党话 实志不宜跟党走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党的颜色